新鲜大干贝 高档石斑鱼 秘制独家配方 拌面拌拌 入菜都适合 一瓶在手 无心料理马上拥有 快点购独家组合热卖中 上网搜寻快点购 海黄干贝XO酱 美味送到家 奶奶 奶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在我死之前 一定要把真相告诉她才行 要是她醒来后 说出我们对她错的事 他们那天还绑架了哥 怎么会搞成这样 牛郎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来这里 我是第一个目击者 我去帮你作证 真的吗 不可以 被把真相当了 来人啊 这里有人死掉了 中天娱乐台 安美诺美白修护霜第二任丈夫 欢迎收看全球大视野 我是主持人珍一珍 邀请我们的粉丝宝宝们 来到我们聊天室 先帮我们来按赞应援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在全球大视野要跟大家聊 中国的这个大外交 那么当然非常重要的就是 马克宏终于到了访华 中国大陆也今天见到了习近平 那先欢迎我们的粉丝宝宝们 如果你来到我们的频道 您刚加入我们 你订阅了吗 是不是有很多人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大家先来帮我们 把频道订阅起来 我们现在全球大视野 目前我们订阅数是96.2万 希望我们在今年能够破百万 邀请大家订阅是完全免费 动动手指在小铃铛旁边 只要按订阅 它就会变成反黑的样子 谢谢你成为我们最强应援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在摄影棚里头 我们邀请到了前立法委员 也是非常资深的 金融国际专家的评论员 蔡政员 蔡委员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今天的新闻焦点一开始 我们就先带大家来看 今天终于马克宏见到了习近平 那么今天 其实大家在关注的就是 中国大陆用什么样规格的礼仪 来接待他 今天你看到了椅子排开 这是大陆的礼兵队 以及乐儀队最高规格来迎接 那么马克宏跟习近平主席 还一起站上了一个管理台 两个人我们可以看到握着手 然后并肩管理 那么现场的礼兵队手上的五星旗 还有法国国旗随风飘扬 这是在展现中法的好交情 当然也是做给欧洲看 现在马克宏都来了 那么以之后的中欧的贸易 有没有可能这扇门也推开呢 那么这一次随着马克宏 来到中国大陆的 还有法国的官员企业高层等等 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谈话当中 也有看到了很多中法中欧的一些突破 我们先来听一段习近平的访问 热烈的欢迎马克宏总统先生 访华 正像你刚才说的 这是你时隔三年多以后 再次对中国进行的或是访问 三年多来啊 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法关系保持了积极稳健的发展势头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方式 保持着高密度高质量的战略沟通 两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相互支持 中法双边贸易额实现较快增长 航空航天 农业 食品等领域的合作 取得了重要成果 两国在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 非洲发展等一体上 密切沟通和协作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历史质变 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具有独立自主传统的大国 作为世界多机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坚定推动者 有能力 有责任 超越分析和束缚 好 刚刚也听到了 习近平主席跟马克宏的会面 其实主要的定调就是要坚持要稳定 中法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次已经不只是贸易的关系了 上升层级到战略伙伴关系了 蔡委员你怎么看了 这一次马克宏访华 最近北京非常的忙碌 各方的好友 使节国家元首纷纷到北京来访问 我们想起1400年前 唐太宗担任唐朝皇帝的时候 当时最热闹的事情是 万邦使节来朝长安 现在中国经过了1400多年 终于再现唐代的风化 现在中国面对的一个战略形势 其实是很有趣 那也很明显 就是东冷西热 东边你看看 前几天来访的日本的外相 可能双方面谈了 有点气氛比较僵冷一点 感觉是来挨骂的 你这样行我其实也满适合 我没办法反驳 为虎坐舱 几手不欲勿施余人都来了 你比较平铺持续 再往更东点美国 一直要到中国来访问 或者要打电话 好像此路不通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的整个战略态势 东边相当的能 因为美国请全力的 要打压中国的崛起 然后往西边来看 西热 为什么西热 因为前一段时间 中东的阿拉伯产油国家 在中国的协助底下 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 这两个实在是恃仇 有时候他的仇恨 我们东方人真的搞不清楚 在中国的调节底下 竟然和解了 让所有的西方的战略学家 大肆一惊 而且今天的消息是 就是他们的外交部长 都来了 拖拖密会 而且他们不是在沙烏地阿拉伯 谈不在伊朗谈不在中东谈 他们又跑到北京来谈 是 显然是北京是最好的调节人 你们各自的有很多问题 到北京来 很多东东西 可以好好的来调节跟处理 再往更西边一点 现在中国的战略 如果比较一下南北就更清楚 东边冷 西边热 可是不要忘记 南方 北方 不只是加热还在加温当中 北方的俄罗斯 对于俄罗斯来讲 中国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双手 可以协助俄罗斯在经济制裁方面 稍微喘口气 在对外的货币控管 金融控管 不至于如美国人所想像的 要把俄罗斯打趴在地上 让他的经济瓦解 金融溃败 然后社会混乱 最后普丁下台 最好能够劣劫俄罗斯 俄罗斯要度过这个冬天 真的是很困难 中国在后面 给予一个相当温暖的支持 然后在南方就是东盟 或者我们叫东邪 东盟跟东邪 基本上已经快要变成另外一个 巴基斯坦 就是几乎变成中国的铁杆兄弟 只会越来越什么 跟中国越靠近 会越来越跟中国形成一个强固的邦誼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东西南北看清楚了 你就很容易理解 今天习近平主席 为什么要用国事访问 用这么隆重的一个宜对跟形式 来接待法国总统马克宏 因为到了更西边就是欧洲 他要想办法动摇美国的盟友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挖桩脚 对于马克宏来讲 他真的是应了大陆以前 有一句网路上的名言 这个宝宝心里苦 宝宝不能说 他被美国整好惨 美国表面上是你的好朋友 谁不说 他的潜水艇的订单 被美国英国抢走了 他的造船厂就因此要关门 甚至要倒闭 你说知道他面对了 有多大的经济跟政治上的风险 然后为了一场恶务战争 要出钱出力也就算了 竟然还要跟美国买 那个非常昂贵的 液态天然气 这个德国当然买了更多 可是法国也有小小的损失 然后美国再来一个什么通膨法案 想办法要补贴很多很多的企业 要把欧洲很多大企业 直接了当的连根拔旗搬到美国去 你对马克宏 现在每天在面对很多的 劳工的这种街头抗争 他已经焦头烂耳了 他从美国得不到任何帮助 美国还抽他后脚跟 你说对马克宏来讲 他又不方便发作 因为跟美国有一些很久远的历史关系 跟安全防卫关系 所以再这么苦了一下 他想一想 中国是个很讲信用的朋友 是可以交往的 这个就欧洲各国来讲 他跟中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争执 跟中国没有什么战略利益冲突 利益上的 没有 有 欧洲也没有想说要取代美元霸权 人民币不是探出头来以后 就被美国说三道四 所以美国是很紧张的 看到欧洲有谁要出头就打欧洲 日本要出头打日本 现在中国要崛起就打中国 所以习近平主席在跟马克宏讲话 讲的实在很有艺术感 要靠自己 简单讲就是要靠自己 也的确是 这一趟我们刚看到了 这个阅兵的画面 其实非常高规格来接待 因为对中国来说 你知道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来者是客 当然也给欧洲的这些好朋友看 纽石怎么评论 他说欧洲领导人排队直奔北京 美国是挡不住的 美国是无法掌握的 这一趟马克宏带来 60名的企业代表团 包含了接下来空客Airbus 还有法国电力公司 以及多个奢侈品 银行的高层领导人都来了 那么在这一次 跟习近平的会谈当中 其实主要就是 欧洲应该要避免降低 跟中国的关系 简单来说 不要用这种盗装句 用肯定句就是说 应该中欧要有更紧密的关系 应该要更好 怎么会走到今天 原本谈好的中欧协定 然后喊咖之后就变成这样 然后就开战了 驳斥大陆跟西方关系恶化论 同时在经济的部分 当然就要看一下 在李强的部分了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 他就明白的提到了 我们要加强中欧中法合作 然后还回忆起 我们以前曾经一起同游上海的那一段过去 我记得我们好像有这一段访问 我们的导播来帮我们上一下 跟这个李强的这一段访问 今天能够在北京 接待中文先生 感到各位高兴和亲切 中文先生是习近平主席 再次当选的国家主席之后 接待了第一位西方国家的元首 西方大国的元首 这也凸显了中法关系的重要 接下来习近平主席 将终于研究中法 中欧关系 以及大家关心的重大的全球级问题 进行深入的交流 我们相信一定能有 其实不外乎就讲到了经贸的部分 欧洲现在经济很惨 现在在COVID-19之后 应该说全世界都惨 只是没想到来了一个俄乌战争 中国包含 其实最近大家都在看 你知道吗 解封之后大家要干嘛 您出国了吗 聊天室我们的粉丝们来互动一下 如果您在疫情结束后 已经有出国了 你帮我加一 都还没有出国 你帮我减一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好朋友们 出国人数多不多 很多国家都在等待 中国的旅行团 什么时候发团呢 还包含了 你看 发团之后带来人潮 还有空客 你知道吗 大陆这么大的市场 法国马克宏 带着这些大老板 要来做生意 要来谈生意 当然马克宏是来做生意的 但是要做生意也要把 配合美国所产生的战略紧张的态势 往下降低 他这个空中巴士前一段时间 消失来的时候 习近平主席那个时候见面 已经承诺给他一张订单了 但是这个远远不足以满足 中国大陆对于新的飞机的需求 因为中国大陆经济复苏解封之后 今年有5%以上的经济成长率 他所需要的飞机的更新的速度 是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快 所以空客一定希望说 还有没有新的订单 可不可以都吓到我这里来这样 这个法国电力公司 其实说穿的就是他看准了 中国大陆因为经济成长 电力需求大幅增加 中国大陆为了要气候变迁的管控 对于煤炭发电以及天然气发电 它的需求量很大 可是也要一定的管制 尽量要用核能发电来取代 核能发电 中国跟法国过去一向 有很密切合作的传统 包括曾经合作 要去包揽英国的核电厂 可是英国因为配合美国反中 已经反到了施心风了 那个案子听说现在 还是搁在那一边 但是没有关系 如果中国自己要盖 更新更大型的核电厂 法国人当然会来兜售 我有一些新的研发的技术 跟中国新研发的核能技术 大家可以相得益彰 不只在中国大陆的内地盖核电厂 而且可以共同到海外 去争取核电厂的订单 这是法国电力公司来的用意 至于法国的奢侈品 大家不说都知道是什么回事 因为广东今年要举办一个 世界性的国际高级奢侈品博览会 简单讲就是鼓励大陆老百姓 消费很多海外的奢侈品 这个东西看起来 它不是一个经济行为 它摆明了就是针对法国跟意大利 还有西班牙 因为这三个地方基本上是奢侈品 应该说最高的营业务的地方 这些妇女同胞们 听到这三个地方的产品 我内心都非常的开心 但是前一段时间 因为习近平主席有在巴厘岛 正式的邀请意大利总理 Meloni到中国来参加盛典 而且给他很高规格的待遇 而且要把这个博览会 好像打扮成意大利精品的博览会 看在法国的生意的眼光 那我呢 总该轮到我吧 所以马克王到了大陆访问 他当然要赶快跟着去 所以这是一个经济意义 但是很重要的 要做生意 也不能当敌人一样做生意 所以马克王讲了 被你说中了拐弯抹角 应避免降低与中国的关系 那谁在降低与中国的关系 不是他旁边那个冯德莱恩吗 冯德莱恩是双重国旗 他不只是德国人 他也是美国人 所以他这种双重国旗的身份 前一段时间 一直都非常的配合美国的需要 出来攻击中国大陆 抨击中国大陆 讲一些五四三 好像跟中国大陆来往 会有很多很多的风险 所以要跟中国大陆 要管控好这些风险才可以交往 请问冯德莱恩女士 到底有什么风险 你大概累个表出来给大家看看 这一次他连会面也都没有去 他提前离开了 他很清楚了 他并不是一个中国欢迎的客人 是 第一个 这个在宣布他们来访的时候 马克宏是由外交部的副部级的 新闻司司长华春莹公开宣布 习近平主席邀请马克宏到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 规格很高 体制正式 但是另外一方面 在宣布冯德莱恩的时候 是由副司长级的毛宁宣布的 毛宁就一副冷冰冰的脸孔 然后宣布 冯德莱恩欧盟的执行委员会的主席 要到中国从事商务反应 好像念得一副心不甘情不愿 高下立判了 对 高下立判了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礼儀的接待 一定是故意能络他 谁要他整天大嘴巴 大脑都不用点心去讲话 可是冯德莱恩这次为什么要到中国 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 他是想要巴着马克宏来 因为如果他单独要来 大陆绝对不会邀请 是 重点来了 大陆绝对不会邀请 因为大陆的整个政策很明显 就是朋友来了有老酒 所以马克宏想当朋友 好 我准备老九年仪队 各方面的架势 还有国宴都准备好了 但是敌人来了我有泪枪 当然冯德莱恩还不够格 当中国的敌人 但是他要去帮中国的敌人 去那边敲锣打鼓 虽然不至于要有泪枪 但是也不会对他有太温暖的接待 所以他就没有像林芳正这样 直接来硬碰硬 他就是干脆选择 就提早离开了 好 等一下回来 我们再继续告诉大家 其实现在北约也开始有一些声音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先帮我们按赞 爱台湾就是让台湾人过好日子 真道理性 真爱台湾 您收看的是中天新闻 最顶级的家常好滋味 海黄顶级冷压出炸麻油浆 严选传承三代顶级黑麻油 及台东小龙器座高品质老浆 四季滋补 用料实在 简单一词 零厨艺便能料理不失手哦 海黄顶级冷压出炸麻油浆新上市 顶级家常好滋味 快点购独家贩售中 中天观众想好康优惠哦 心里有别人了 对吧 有什么需要你就说话 他自己觉得他很帅 下雪本啊 老板 这种人一般真实生活中都是个猪头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像个赖皮狗样的跟着你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就是心里面特别在乎你 我觉得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值得人爱的人 哇 这太绝了 怎么样 说得还不错吧 这样跟他说 他肯定会太有 哎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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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这种 中天娱乐台 周一至周五晚间十点 新居 好 欢迎我们的粉丝宝宝们 你们都帮我们按赞应援了吗 动动手指按赞完全免费 还要帮我们把全球大世界这个频道 免费的帮我们把它订阅起来好吗 欢迎大家如果多多分享的话 也是给我们好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欧洲转向了 同时促进中东和平 北京再加一 现在伊朗最高领袖还说 美国已经越来越弱 伊朗应该要把握机会在外交上更加主动 好 中东现在也开始表态了 还有北约 北约现在真的还团结吗 我们来看一下 4月5号的时候 匈牙利的外交部长在 北约的一场会议里面 他就提到了 不希望北约成为反华组织 他直接把话讲得这么明 那么实际上 中国跟欧洲真的是没有办法脱钩 你欧洲这些名牌你要卖到哪里去 还有中国大陆 其实有很多的制造业 正在蓬勃发展 你需要我卖给你合情合理 像今天有个消息 就是天津港 首条直航欧洲多国的航线开通了 天津港出发 然后经过很多东盟地区 串联西班牙 然后荷兰 德国 比利时等等 而且你知道吗 这等于就是什么 把货送出去 直航再加一 那么刚才委员也提到了 要做生意 你要吃中国的饭 中国的碗 这个锅就别砸 你要好好的糖 所以现在很多的指标也都提到了 亚洲是经济的领头羊 像是法国的一个地缘政治专家 他叫雷诺 他就提到了 他说是你美国政府开启了 全球去美元化的趋势 已不可逆 以前美国拿着美元当霸权 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来在美元上想办法 汇率上想办法来整你惩罚你 现在搞得世界各国 我们可以不要用美元做生意吗 开始有这样的风向了 我只能说美国有好几个总统是愚蠢无比 但是到了拜登是蠢上加蠢 本来美元在二次大战以后 有建立一个很高的国际公信力 但是美国人偏偏死坏 莫名其妙去打了一场 20年的越南战争 结果把美国的国力给偷垮了 美国国力脱垮是展现在他的财政预算 入不敷出 贸易的逆差一天天扩大 所以他的资金就不断的外流 流到很多人手上都有美元 可是他当时答应大家美元跟黄金 可以用一定比例的兑换 而且这个比例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因为越战打完了以后 尼克森没有办法了 你们通通拿美元来跟我兑换我的黄金 美国的黄金了不起就是1万顿 给你兑换一下就见底了 所以他就宣布中断美元的兑换 这是给美元第一次砍了一刀 但这一刀还不是很严重 为什么 当时其他国家的经济 都相对的非常的衰弱 没有哪一个经济体 能够跟美国来比 所以好吧将就一下 不能换黄金 至少还可以去美国买房地产 去美国投资美国政府的债券 都还有利息的收入 所以就维持一定的局面 可是后面那些总统 一个比一个糟糕 他们完全不但用很幼稚的思想 觉得美元很方便做武器 我只要水龙头一关 你们大家底下就没水喝了 我只要把银行一关 你们的美元资产就被我冻结 被我扣押 被我没收 以前在对付北韩 大家没有感觉 因为北韩国家太小太弱 跟大家也没什么交往 对付伊朗 大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这一下拿来对付俄罗斯 大家有感觉 没错 俄罗斯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石油粮食的出口国 你这样一弄 大家恍然大悟 哪一天我违逆你的意思 你是不是这样对付我 一定 所以每个人都有心自保 有心自保 就产生几个重大的问题 好不好 如果英国他的英镑不担心 为什么 他老是当美国的走狗 他就跟美股很好 不是很好 走狗 然后这个欧洲 因为欧元区稳定的还算可以 那么他们扮演走狗的走狗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他们没有这种不安全感 可是问题来了 中东国家 东南亚国家 中南美洲国家 中南美洲国家老是跟 美国有很多利益上的冲突 所以这些国家纷纷觉得 他有高度的不安全感 不可能抱着美元 所以急切的需要 去美元化的动机就出来了 看来看去 去美元化我总该有一个 临时的替代品 想来想去 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货币 第二个想一想 只剩下人民币可以选择 他也不敢用日币 日本是听谁的 听美国的 所以这种局面的去美化 之所以产生 这位地缘政策专家讲的没有错 是美国自己干的事情 拿砖头砸自己的脚 你不能怪别人 完全不能怪别人 然后刚才我们谈到了 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他讲话也太直了一点 美国越来越弱 这从美元来看的确是不是 所以他说伊朗应该把握 外交的主动权 所以他放弃很多过去 跟沙奥地阿拉伯的恩怨 因为在中东地区 只有伊朗跟沙奥地阿拉伯 有实力较劲 我们干嘛花那么多钱 去买美国的武器 互相打给别人看 对 对 没什么意义 所以两者言归于好 也要签安全协定 恢复邦交建立大使馆 看在美国眼中 他这么插不上手 而且又是中国所做的局 所以美国人当然是更加的嫉妒 但匈牙利是比较特殊的历程 他是以前的苏联的 所谓被称为卫星国 但是现在他变成一个议会制的 内阁制的一个国家 对匈牙利来讲 他在俄乌战争里面 采取的立场美国不满意 然后对中国的立场 美国也不满意 但是匈牙利是一个 比较清醒的国家 他非常清醒 他知道示威对错有他的源头 他不会是随便听美国的使唤 所以美国就认为说 你不是民主国家 所以民主峰会就不邀请他去 所以我就很浪闷 民主国家不是依照你美国的标准 是采取总统制 或者采取内阁制的国家 就算民主国家吗 结果他不邀请匈牙利 也不邀请新加坡 所以我终于知道 新加坡是独裁国家 所以也就是说 蔡委員帮我们整理了一下 美国标准这个骗局 开始世界觉醒了 好 另外在亚洲 现在经济有多强 还有中国领头羊 你知道吗 三月份光是亚洲制造业的PMI 就是51.8% 保持平稳复苏的趋势 再来2023年东盟跟中日韩区域 经济展望他们有一个预测 如同刚蔡委员提到 2023年中国的经济会增加5.5% 你看看美国 你看看现在的中国正在起飞 还有世贸组织他们也提到了 全球商品的贸易量 要增加1.7% 其中中国就作为 发展中经济体复苏的重要贡献 好 再来刚刚提到的奢侈品 你知道吗 卖奢侈品卖到成为全球首富 真的是有可能 我们来看一下 你知道吗 马斯克 抱歉 拜拜 你现在是第二名了 全球首富排行榜 这个新世界首富第一名就是 法国的奢侈品牌 LVMH集团的总裁阿尔诺 他个人的财富就有2110亿美元 第三名是Amazon的创办人 再来第15名 但是在中国是第一名 农夫山泉的创办人中闪闪 大约是680亿美元 但是你知道如果以整体来看好了 美国的富豪以比例来说第一名 但中国的大富翁就是第二名 在这份报告当中 好 再来我们看到了 这些欧洲行之后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说春暖花开 真的是拜访好朋友 以及我们说反思祭祖不忘本的好日子 前总统马英九的大陆行 其实接近尾声了 那么今天早上 他前往复旦大学跟学生座谈 现场戒备森严 因为他现在是网红 很多人要接近他 随乎会很紧张 就说前一天 他在上海市委书记面前还秀台语 说ECFA用台语来讲叫做什么呢 就是还会再发达的意思 这个谐音非常的激励 我们来听听马英九原话 大批警力部署在上海复旦大学 门口盘查车辆 销内带着米格鲁 到处闻怕有爆裂物 记者进去也要过安检 全身摸透透 戒备森严全为了他 前总统马英九一早到复旦 和学生座谈 致辞时寄出马氏冷笑话 等一会儿我会送各位 在场的朋友们 一个小小的这个书签 上面有这个对联 联是我祖父做的 字是我写的 字写的不怎么样 但是呢没有错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连日感情成太累 他的右边嘴角明显冒了颗青春痘 但对许多大陆民众而言 恐怕无损他的魅力 他最近在你们这儿变网红了耶 对 很火 所以你很想看他一眼 对 他看一眼就满足了 你们觉得他很帅 就以他现在的年纪 我看了这个照片是可以的 这一次在上海复旦大学 学生的座位安排有巧思 因为他是采用梅花座 能够让陆生和台生讨论更热络 座台湾拍大合照 马云九迅速快闪 似乎刻意避开 记者提问 有关蔡英文和麦卡锡见面的问题 前一天 他和上海市委书记 陈吉宁会面时 细数任内达成的两岸协议 强调ECFA连民进党也不敢贸然废止 还以闽南语展现幽默 在上海他还会去和平饭店 参观城市规划馆和四行仓库 晚上夜游黄浦江 大陆行接近尾声 行程照样拼到最后一刻 记者林锡线 严佩玉上海采访报道 蔡委员这次马云九出访 真的是金句连发 而且很多行程 其实都非常有意义 也带来了和平的曙光 马云九此行规划得非常的好 可以说可圈可点 没有任何的失误 符合他谨小胜为 大胆创新的一个概念 在最后已经到了上海了 跟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 陈吉宁是清华大学的校长的时候 曾经来过台湾三次 我也接待过 算是老朋友 但是陈吉宁现在走路政坛 担任上海市委书记 而且又是中共中央的 政治局委员 算是一个新一代的领导人才 这次跟马云九见面 应该可以称得上一老一少 有得聊的 这个两个学识都非常好 当然马云九这个时候 露点幽默 有些巨谈 这个是在大陆上可以让 很多大陆的朋友 对台湾有崭新的观感 因为前段时间两岸太紧绷了 然后大陆的朋友都接触到绿媒 讲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有一些什么吃不起什么东西 吃不起炸一蛋 就现在台湾自己没有蛋可以吃 是 很滑 这是很滑稽的一件事情 所以马云九这个对两岸关系的 气氛的塑造有非常大的贡献 我们给他高度的肯定 没错 但是相较于我们说双英出访 但是蔡英文的行程你知道吗 每一个行程都非常的有针对性 像是他跟麦卡锡 见完面之后 应该说前后 其实大陆当局非常的不满意 当然有许多的公开谴责 包含了大陆官媒 央视旗下的微信公众号 预冤谈天都发文表示 他说接下来要启动海巡06 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行动 好 在看这个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 让大家更紧张的就是山东舰 现身在西太平洋 解放军的山东舰 是穿越了巴士海峡 你看这个路径 看得非常的清楚 从这边过来 他说其实专家都分析 日后不只山东舰 辽宁舰也会现身西太平洋 这一次的远洋 其实国际媒体都在看 很多专家在分析 就是为了回应蔡英文跟麦卡锡 会晤的一个军事威慑的行动 蔡委員您怎么看 我觉得国际媒体太过于夸张了 大陆上这几个动作是 很温和的行动 谈不上所谓军事威慑 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他刚才讲的所谓的海巡船 海巡船的船舰不属于 大陆国防部 也不属于大陆公安部 因为大陆如果属于 国防部叫军舰 属于公安部叫做海警船 但是它属于什么 它属于叫做福建海事局 福建海事局什么单位 它属于北京中央的交通运输部 它交通部的船 交通部船不可能有什么军事威慑的力量 不是军舰 它的主要功能在做海上交通的维护 以及海上的救难 海上的协助 因为船只多了总是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它的船舰体量也够大 所以能够从事的 这种协助研究的工作也非常的大 但是在北方海域的巡航 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 它就是说要扮演一个主权国家的 一个义务 因为主权国家有个国际义务 在你境内有外国人士 有遭到困难你要协助 如果在你的周边的海域 有遭到困难 你也要主动提供协助 不能问任何事情 就是叫做主权国家的国际义务 现在大陆把这个船搬出来巡航 就告诉说这个海域是我主权国家 分内应该要负责的海域 这种一方面宣誓主权 一方面提供广大的协助 它绝对不是军事的威吓 至于山东舰 应该这么讲 辽宁舰早就现身西太平洋 前一段时间辽宁舰 还在关岛的海域的西边 走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航道 很多都不懂说 你为什么不直直的走 怎么在弯来弯去 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 他是在模拟 美国的航空母舰在那边走的方向 如何避免到美国航空母舰 会被中国岸上的导弹给击中 然后他在模拟他的航向 让这个导弹在测试侦查 以便攻击的精准度 他是有这么一个演习的功能 就等于在模拟就对了 对 在模拟 模拟美舰 以后东风导弹要打美舰 会打得比较准一点 再来所以表示说 他已经有从事过类似的深海训练 但是山东舰他成军三年 他在以海南岛的三亚做基地 以海南岛的三亚做基地 他一直都在近海里面做 包括南海近海里面做什么 做一个基本的一个演练跟训练 但是迟早走向深水 对 要走出去 所谓叫Deep Blue 就是深海 深蓝的作战能量 深蓝作战能量在哪 就是西太平洋 所以他就追随了辽宁号 在第一次离开近海道的远洋去做 那个不是在对台湾做任何威慑的动作 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功能 如果美军想要在这个西太平洋 从事军事活动的时候 当你的山东舰部署在台湾岛的东海岸 那么相当的距离的时候 会对美国的航空母舰 产生拒止的作用 就是说你要进到这个区域 对不起 我有能力阻挡你 先过我这一关 所以他一定要到西太平洋去做 很充足的演训活动 所以经过巴士海峡 他不是在威胁台湾用的 他是在阻止美军的一个训练用的 因为如果说要对台湾 有军事威慑的行动 哪需要用的航空母舰 不需要 所以大家要理解到说 现在大陆上在做他的一些 正常的战备的演训 基本上不是在威慑台湾的 因为台湾只要不要去搞台独 不要去配合搞反中抗中的话 以马英九所显示出来 两岸的和平气氛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搞出格的活动 那就很可能会出事 所以有一些媒体刻意的操作 可以说是认知作战了 故意要操作 你看麦卡锡只要跟小英见面 大陆的航母就会开始有动作 甚至就连蔡委员刚刚也解释了 海巡06它根本也不是 这个是交通部的船 跟军事行动 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挂钩 所以大陆的军事专家怎么分析 他说山东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 展开这个远海训练 叫做顺理成章 水到渠成的事 不值得大惊小怪 所以也希望那些小绿绿 不要再故意的把它操作 连结在一起了 但是关于中国大陆 刚才航向升蓝之外 中国大陆的船舰 像是下水饺一样 你知道水饺不会是一两颗 一整盘都来下 美国的海陆作战副司令 自己也承认 一个中国造船厂 一年生产的军舰 比美国所有船厂 生产的还要多 休息一下 给大家时间按赞 2024令委大选肥德凡 73个选区捉对厮杀 每个2 每个5 下午5点钟 庄介凡邀请无限选上 线上变对面 最强网路PK擂台 邀请您一起来 变对面 还有老公生存数 在宝费星球 每周五晚上10点固定播出 你泡的奶酱都多久了 快点啦 好 我在拍预告片吧 好 欢迎我们的粉丝 免费动动手指 帮我们把频道订阅起来 可以给我们大大的支持 今天的节目也需要大家 帮我们按个赞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中国大陆现在在军事方面 真的是非常的强 五角大厦又有一个消息 他说中国大陆的核潜舰 已经可以装备 超长城巨浪三飞弹 就像刚才委员所讲的 不用出动航空母舰 它就可以从大陆的沿岸 达到美国内陆的心脏 CNN也登上了 美国的海军最强的 密西西比的核潜舰 据说在几秒钟 就可以下潜几百英尺 我们先来看这段画面 我们等一下再请我们蔡委员 帮我们分析评论 根据五角大厦最新的分析 解放军首度常态性 维持至少一艘核弹道飞弹潜舰 在太平洋进行微折巡航 根据美方的情报 中方的潜舰如今 可以装备超长城巨浪三飞弹 这种飞弹射程超过一万公里 并且拥有多枚弹头 所以中方线在首度 能从沿海水域 达到美国内陆心脏 根据最新的消息 巨浪三将部署于 正在开发的下一代096型潜舰 共军的军事扩张 使美国已经盟友压力 与日俱增 CNN也登上美国密西西 比德子潜舰 这是美国海军 攻击力最强的潜舰 装备有核弹道飞弹 拥有最新的科技 能够快速沉浅 几秒钟就可以下潜几百英尺 为了因应北韩的挑衅 美国与南韩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南韩国防单位指出 美国一架美军B-52战略轰炸机 在5号加入了演习的行列 将可强化美国延伸 嚇阻的威力 美国和南韩的部队 自三月以来进行了各种训练 包括出动一艘美国航空母舰 以及五年来第一次的两栖登陆演习 针对美韩的频繁军演 北韩方面放话表示 这升高了朝鲜半岛的冲突 将局势推升到核战边缘 记者综合报道 蔡委员刚刚跟我还在聊 我们在讲说 现在中国大陆的军工发展 真的是越来越快了 而且已经自有很多的部分 我相信已经超越美国了 比如说在造船造舰的这个部分 蔡委员你怎么看 造船造舰造舰造飞机造导弹 造人造卫星 对中国来讲因为 有了它的庞大的工业生产体系 而且工业体系是军民两用的 避免了苏联当时的一个困境 就是工业是工业的 民用是民用 就搞个老半天 最后军工业卡住了 就把整个经济给拖垮了 但中国却是大部分的零组件 整个工业给军民两用 这个对中国是绝对的优势 美国也的确最早的时候 是军民两用的工业 可是最近有点走偏锋 军是军 民是民 其实比如以无人机来讲 中国是全世界占了八成市场 占有力的一个无人机制造厂商 如果要来大量生产军 军用无人机的话就相对不是问题了 在中国来讲 他现在在航空母舰也好潜水艇也好 他的设计 他的制造 他的精确度跟精准度 都是大幅度的提升 已经到了美国人看到都只能什么 瞪大眼睛 张大嘴巴的地步 说中国怎么有能力在这么短时间 做出这么样的一个产品出来 的确现在中国大陆的潜水艇 是要好好的增加数量 扩大战局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航空母舰 以他们的兵推 打不过中国大陆沿海的飞弹 一定过不了关的 但是他们靠在 靠美国自己藏在世界各地的核潜艇 他们要靠这个核潜艇 攻击中国大陆东南沿海 才有办法扳回一层 前段时间CSIS说 美国会产生就是要靠 它的核潜艇产生 所以中国大陆一定要靠有 更大的核潜艇的舰队 这个舰队 以中国大陆的生产规模没有问题 但接下来就是演练 但是我必须公开的说 中国大陆还有一个短板 就是你虽然有这么多的潜水艇 你虽然有这么多的导弹 但是你的核子弹头的数量不够 不管是战术性的核弹头 或者是战略性的核弹头 都远远落后于美国跟苏联 如果说你要用这个所谓巨浪等等 去发射出去的时候 里面装的是什么 常规的炮弹 导弹 没有意义 对 要装核弹头 对 你才会对 不是你真的要打对方 但你对对方才有威射的力量 美国就是靠着说 我有这么多核导弹 所以对苏联 现在俄罗斯 以及对中国有威吓力 中国现在数一数 有人说有200颗 有300颗 你看英国都有200颗了 印度都100多颗了 中国你没有个2000颗 你什么有办法上这个 核弹的麻将桌里面去打麻将 你对对方就没有筹码可以谈判 所以在发展巨量飞弹也好 核潜行也好 要增加核导弹核子武器的数量 这是目前中国当务之急 可是美国也是觉得 整天盯了说 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 核子武器的数量 那两方面在猜疑 但是中国的确在过去 在这方面数量是少很多 如果像俄罗斯如果只有200多颗 早就被美国压在地上打了 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俄乌 还有你知道吗 美国为什么这么多军火商 军火商真的很赚 像是洛克希的马丁 最近就接到了美国陆军的 一个大订单 什么订单 都是跟飞弹有关的 联合空对地导弹 还有地狱火导弹的合约 像是去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消息曝光 就是MQ-9死神无人机 你看看无人机上面搭载什么 搭载最新型的 AGM-114R4型的长城版地狱火飞弹 直接把它的射程再增加三倍 最大射程可以到33公里 好 这个美国说 他们必须要用这种武器 他们才可以保护自己的国民 现在国防部 美国国防部 又要送武器去乌克兰了 这一次是多少 26亿美元 而且跟欧洲国家 感觉好像套好的 你送鲍二来对不对 你送这个暴式坦克 来 我美国帮你准备 大型的燃料运输车 让你的坦克不会没有油 另外还有M77榴弹炮的弹药 以及海马斯跟爱国者的 防空导弹系统等等 但是俄罗斯就这样分析了 他觉得你这样子做 你一直不断的 好不容易现在弹劲圆绝 我们要弹劾了 你又再送武器过去 再把弹药再送过去 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叫我们 继续打下去了 美方尽可能延长俄乌冲突 真正的目的是将乌克兰 变成威胁俄罗斯安全的 永久侧原地 但俄罗斯战斗民族 他们也很呛 直接回怼 美国西方国家 你们不管提供什么军事装备 最后都将被摧毁 可是我看普丁他还能够开玩笑 表示我觉得俄罗斯他们应该 还有很多招没出 俄罗斯总统普丁跟白俄罗斯 马基 卢卡森科总统见面的时候 你知道卢卡森科敢当着普丁的面 直接跟他说 你是这个疲惫的总统 你看起来很累 然后普丁还回他说 月底就有薪水了 我钱还是要赚的 普丁可以这么幽默 普丁难得个性这么幽默 俄乌战争这一局里面 当然是乌克兰的悲惨命运 也是俄罗斯很大的一个负担 但是得力的是美国的军火商 所以你刚才提到美国军火商 获利增长9倍 9倍 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他供应欧洲 欧洲把很多的武器 送去给乌克兰 然后他自己也不能没有武器 他要补新的 举个例子 我印象中去年欧洲国家 就把手上有的苏联时代的坦克 通通送给乌克兰400部 请问你他要不要再买新的400部 一定要的 然后现在有趣的是 乌克兰拿到了苏联市的400部 的坦克车 没看到他在活动 要么就被打光了 要么就藏着不敢拿出来 还是被拖卖掉 我们不知道 但是很明显的 现在乌克兰已经没有坦克 可以上战场来使用 所以赶快叫德国给他报式坦克 报式坦克跟美国所做的坦克 为什么很大差别 因为报式坦克是专门设计来 给义务兵就可以使用 就操作比较简单 但是他的防护的装甲比较薄 因为义务兵 可是美国所设计到的 不然坦克他是职业军人 基本上是募兵自来的军人 一定要训练个两三年的 像乌克兰战争怎么有时间 把军人训练两三年 没有那个机会 所以一直催出他 德国送鲍俄坦克 就是这个道理 可是这两天鲍俄坦克还没上场 好像也看不出来 未来可能会发动进攻 如果你乌克兰不对 俄罗斯发动强大的进攻的话 你那个鲍俄坦克要干什么 没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你那个鲍俄坦克加油也没有用 但是他送的量也不多 至少看起来可以装配一个驴 海马是多管火箭 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很威武一样 以前好几个位无声无喜 因为海马斯的火箭炮 它的优点是什么 就是发射了以后 能够快速离开现场 因为任何一种火炮 你发射以后 如果你停留在那边超过几分钟 马上会被 变成目标 不是 不只是目标而已 马上会被俄罗斯的火炮给锁定 然后大概两分钟 而且这个营区都灭了 对 它是覆盖式的 所以你这么逃不掉 所以它的好处是逃得比较快 可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子 海马斯不太敢拉到战场上去 要躲得远远的 有机会来突击用的 他就不能发挥太大的功能 所以因为乌克兰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没有防空的 或者是没有空优的力量 要靠爱国者防空导弹 现在所有的乌克兰的防空导弹 只要一上场就锁定了 就被俄罗斯的所谓的什么 什么最先进的 什么最超音速的飞弹给击毁了 所以现在乌克兰就陷入一个 动弹不得的 你不断送武器来 我不能不打给你看 我打又打不赢 然后要弹劾 对不起 美国又不同意 因为如果有表态出要弹劾 美国就不给你武器 责乱斯基的政权就维持不下去 所以双方面缴在这里面 但是只有美国得力 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一局里面 实在是不够聪明 因为从战略上来讲 他把俄罗斯困住 等于把俄罗斯推向中国 另外一方面 他等于把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 用比较低的价格 卖给中国跟印度 对你欧洲有什么好处 所以美国如果主动出来弹劾 现在不但美国不弹劾 还要叫打下去 现在反而中国站出来 寻求一个俄乌和解的 一个可能性 变成中国就在这一国际的局势上 有一个道德上的 制高点跟正当性 美国不是除了赚钱以外 满身铜锈 该赢的战略的利益 全部都输光了 对 每次都是挥着人权 还有世界和平的大旗 但是最后你看一下 这些武器 请问都是从哪里送过去 都是从美国送过去 谁在打 还不是乌克兰人自己上战场 流血流汗 而且美国媒体自己还证实 乌克兰现在真的是弹劲良绝 Business Insider报导 你知道吗 一战的老机枪现身在俄乌战场 是不是武器真的像蔡委員所说的 真的用光了 这是KS-19式的100毫米高射炮 真的你知道我找这照片的时候 还看到很多是黑白的照片 就知道它有多古老了 在苏联时期的牵引式高射炮 1947年的时候就投入战争了 听来怎么让人家叹气 不过比台湾好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 欧布莱恩到台湾来 所以要台湾使用AK-47 AK-47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的 1947年 也是一战的时候的步枪 所以二战以后 二战以后的步枪 所以我是觉得泰探 就是台湾千万不要中美国人的技 走上乌克兰的道路 乌克兰看到每一幅的战争的画面 都让人惊心动魄 现在什么时代的 还拿到二次大战 刚刚结束以后的武器 到战场上面去 你就知道它的窘境 所以不要去鼓励人家打战争 不要去煽动老百姓好战 乌克兰就是走到这个死胡同里面去 你老百姓幸高才烈 他还不晓得战争有多残酷 他还不晓得战争会家破人亡 就觉得我勇敢的为国家 去打这样的战争 结果你发现了 你的战争目标是什么 不过是维护美国的利益 去维护什么 维护泽兰斯基政权的利益 就老百姓死失沉疾 然后整个家破人亡 难民到处都是 这就是你乌克兰所要的 伟大的荣光 什么荣光乌克兰是这个局面 乌克兰要好好想一想 的确我今天就看到一张照片 你知道吗 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她穿着迷彩服 她是乌克兰 她也有上战场 结果再看到下半身 她的腿已经截肢了 但是她说她不后悔 只是不论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她的人生绝对是从此改变 那再来这算不算北约东扩 你知道吗 芬兰4月4号这一天 已经加入北约了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北约又加一 这代表北约跟俄罗斯接壤的 边境又增加 而且是翻倍的增加 克里姆林工发言人佩斯科夫 直接明白的告诉北约 你们的扩大就是对俄罗斯 安全跟国家利益的攻击 让局势进一步恶化 在靠近我们边界的地方 如果有部署武器 还有基础设施 对我们造成威胁的话 俄罗斯将会采取措施 蔡委员 最后三分钟 对于北约的东扩 事实上一直有两条理论 在美国的战略学界 这两条理论是很清楚的 第一种说法就是说 我北约东扩 越多的国家加入北约 就会接受我美国的指挥 接受我美国的控制 我就更有能力去压制俄罗斯 去压制中国 甚至把北约带到东方来 把日本韩国都绑进来 这样一来 美国可以独霸全世界 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一种理论 叫做北约东扩会越来越强大 第二种说法是更有名的 美国的战略学家 像米尔斯海默等人的说法 他说你北约东扩 会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越加入你的国家 的是越需要你保护 他就越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你要花更多钱来保护 所以你越扩大的话 你的北约的负担会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的时候 你真的有实际战斗的资源 就相对会越来越少 你相对越来越少 你真的碰到像俄罗斯跟中国 这种强大生产能量的国家的时候 你根本就毫无用武之地 甚至于在前面上 有人假意参加你北约 可是事实上他不会真的是 为北约去打拼 比如说在欧洲最经典的例子 土耳其 你美国用尽了权力 拉住了土耳其加入你北约 你说土耳其敢去跟俄罗斯打吗 他不敢 他约不约你 不约你 会不会 不会 请问你 你拉住他 有什么意义 而且你要耗卫很多资源 去跟他搞摩擦 他动不动跟你反对这个 反对那个 比如说芬兰本来要加入以后 他跟你举手反对 拖拖到现在 这是第二种理论就是说 北约规模越大 他就越衰落 以目前来看的话 北约越大越衰落的情形 是可能出现 我觉得北约是不是也被美国 就是拖累了 不是 北约本来就是美国的工具 其他人就觉得说 我躲在美国的余裔底下 相对的我不要去发展 自己的军队或的武器 可是德国好像开始有警觉 所以德国也要不断的 花庞大的国防预算 干脆建立自己的军队 自己的武力 自己的国防力量比较实在 不要完全靠北约 但是这个未来的发展 还是有待观察 因为德国人的决心跟意志力 一向是很脆弱的 很脆弱 连个北溪被打掉的话 都不敢吭声 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有魄力 现在的萧茲已经不如梅克尔 梅克尔已经跟以前的科尔比 又不如科尔 我只能说一代不如一代 大家也有评论 觉得现在的法国总统马克宏 也不像以前的 大家感觉好像欧洲 总是话罪也跟党 但现在的确德国也说了 我们自己坦克也不够 送完这一批 没有再下一趟了 但是接下来会怎么走 其实普丁常常在外交场合 把话说得很明 世界局势复杂 充满矛盾 俄罗斯平衡多元的外交政策 无意自我孤立 这句话就是说我要交朋友 那就看看你要当我的敌人 还是当我的朋友 愿与所有国家建构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好 今天最后的时间 也欢迎我们的粉丝宝宝们 你们要记得帮我们按赞应援 按赞对我们团队来说 是大大的支持 同时订阅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非常好的鼓励 在今年我们希望 我们可以冲破百万订阅 谁会是那第一百万个 幸运订阅者呢 欢迎大家完全免费 你只要在YT动动手指 帮我们按上订阅就可以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全球大视野 欢迎大家多多留言 拜拜 我们明天见 来一个多功能的双肩包 中天文创Keep going双肩包 让你轻松出游 也能展现个人魅力 材质轻盈防泼水 出游踏青好心情都写在脸上 粉嫩的春天色系 衬托脸上绽放的甜美笑容 多夹层轻松收纳 一起来个说走就走的小旅行 中天文创品牌Keep going系列 多功能双肩后背包 樱花粉奶茶色黑色共三款 高质感休闲风 多层置物空间 即刻入手请上快点go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春天是养生最佳的季节 快点